考虑本田SUV的消费者 那么一下这两款车型都是你不容错过的选择 价格跌至9万多就能够入手 相当的划算 相当的良心 等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本田HRV 这是新上市的一款车型 不过现在价格方面确实一路暴跌 是它价159,900到228,900 狂降4万 裸车现在11万多就能够拿下 这个价格入手一个本田SUV还是很划算的 而且在动力方面你也不用担心 同为EDRT和2.0升ECVT 二人觉得还是考虑入门级版本比较划算 安理能够达到182 实话实说这个动力表现非常强劲 油耗还能够低至7个 也是非常的省油耐用 非常适合家用的一款车型 并且轴距还达到2.655 让你坐进车内一点都不予觉得拥挤 底盘还藏了强有独立选价 行车质感更是没得说 车内还搭载了6个气囊 倒车影像 无钥匙启动 配置也是比较丰富 现在价格方面让步也是非常大 可以说入时这款车的好时机到了 所以曾经会考虑这款车还是CRV呢 第二款本田XRV 这款车也是一个老牌车型 上市也是非常久了 加浪方面也一直都很不错 但是新款车型上市以后 价格方面却一路暴跌 这样的操作着实是看不透啊 达到价13万2,900到15万2,900 庞降4.2万 老车现在9万多就能够打下 这个价格入手XRV确实很合适啊 而且在动力方面搭载的是 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CVD变子箱 安理能够达124 这个动力表现虽然不是特别强劲 但是论省油耐用的话 它确实要比CRV表现得更好 而且这款车只喝粗粮 保养成本也低 绝对适合我们上半组入手 车距还达到2.610 车达4.380 车内空间表现也是非常的宽敞 但就是车内的隔音不行 行驶质感不好 不过像武器囊 它还报警 LED大灯 多功能翻盘也是自有搭载 可以说整体表现还是很划算的 并且在通缉被推进中 打背天涯无敌手 对此你会入手吗 以上这两款本田SUV 你更喜欢哪一款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